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次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叫家常炒鸡 家常炒鸡如何做 好吃又下饭 好,话不多说 我们下来就看到底如何做 今天准备了一只一年内的走地鸡 走地鸡也叫散养鸡 下面首先改刀去掉鸡的鸡屁股 再把鸡一分两半 然后我们去掉鸡脖子上的外皮 因为这个地方淋巴比较多 下面切去鸡爪的指甲 再改刀,把鸡剁成小块 今天就用剁好的鸡块 我们做一道特色的生炒鸡 而且这个味道相当的不错 下面将剁好的鸡放入盆中 加入少许的面粉 用手抓拌上几分钟 加入面粉主要是为了吸附鸡肉上的杂质 抓拌好了后 加入清水将鸡肉清洗干净 做这道菜一定要选用一年以后 一年以内的泡布鸡 也就是散养的小笨鸡 这样的鸡吃起来口感紧持 味道香 而且也容易输 把鸡一定要洗净 洗净后的鸡用清水泡上二十分钟左右 拔一拔鸡肉中的血水 下面准备绿线椒四五个 斜刀切断备用 生姜一小块切片 切好后放到盘中备用 大蒜六七个 改刀切成蒜粒备用 朋友们现在看到的是这道菜准备的干料 绿线椒 姜片 大蒜粒 葱段 花椒五克 八角一个 香叶两小片 有些人在做这道鸡的话 喜欢放白质 家里头没有了 所以没有放 如果你家里有的话 可以放上一片白质 这样出来的味道会更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把锅烧热 然后放入花生油 再放入花椒 八角 香叶 小火炒香 炒香后 把洗净的鸡肉放入到锅内 再放入姜片和蒜粒 然后开大火 将鸡块的水分炒干 一定要将油脂炒出 炒鸡好不好吃 这一步非常关键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 不停的翻炒 炒制到鸡块表面成金黄色 将多余的油脂炒出即可 然后加入五克的老抽提色 再放入黄酒十克 沿锅边淋入去腥 翻炒均匀后 放入葱段翻炒 再加入一勺的黄豆酱 一勺的祝侯酱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 加入一瓶啤酒 大火滚开 再放入食盐三克 鸡精两克 白糖两克 花椒油五克 然后盖上盖子 转中火焖至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分钟后 掀开盖子 满屋飘香 这时候放入准备好的辣椒碗 炒出香味 炒至断生 开大火 收下汤汁 最后放入少许的花生油 增量 翻炒均匀后 这样出锅的鸡会增加油亮感 看上去非常好看 现在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特色的生炒鸡就好了 下酒又下饭 下面我就把这道菜的技术要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由于鸡肉不焯水 所以鸡肉一定要清洗干净 鸡肉在泡的过程中 一定要中途多换几次水进行清洗 二做这道菜准备的干料一定要足 因为这样才够味 三鸡肉下锅炒制的时候一定要把水分炒掉 炒制到鸡肉出油 因为这样的鸡肉吃起来才会更香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更多家常赛 请关注阿勇每日小处 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